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北美总代理福全食品 电话415-822-8911 按摩大王MK9189是一张4D的双向式推拿人性化手法的按摩椅 一体式机芯和脚芯加温设计里面 全方位12个功能随意切换 从芯到芯的舒缓和放松 特别价优惠3499元 更送三年保修 特别加送礼品ILG927脚步按摩器 按摩大王电话415-412-0985 415-412-0985 大家好 欢迎收看新电视新闻 最近真是好日子不断 今天是2022年2月22日 星期二是百年难遇的成双好日子 中国人喜欢二这个数字 因为它代表着好事成双成双成对 那这么多的二当然是祝福要加倍了 据说下一次再遇到这样的一个日子 要等200年呢 所以我们的节目也借此机会 把这个绝美的吉祥送给您 祝您喜事成双 爱情 亲情 友情 关系都和美顺遂 我是主播明月 大事小事身边是星岛和您紧贴时事 我们是在美国旧金山湾区为您特别制作的节目 希望可以提供您每天最及时有用的国际全美加州 还有湾区有价值的资讯 接下来让我们看看今天的头条新闻 俄罗斯联邦委员会及国会上议院 正式的批准总统普京 可以在境外动用武装力量的要求 普京表示 必要的时候将会履行自己应该承诺的义务 那上议院153名议员 一致通过这项动议 无人反对或弃权 决议提到 总统根据宪法决定外派部队的编制 行动区域任务和境外驻留期限 普京随即签署了法令批准条例 那条例就涵盖包括使用 俄罗斯的货币卢布在内的经济 国防编防 少数民族保护等领域 该条例的通过 可谓为正在紧张的俄乌边境局势 可能爆发的战争在法律上提供了一大支持 昨天俄罗斯承认了乌克兰东部两个分离地区 顿涅兹克和卢干斯克的独立地位之后 欧盟27国的外长在巴黎召开了非正式会议 一致的同意对俄罗斯实施新的制裁 措施针对俄罗斯国家杜马吉国会下议院中 投票支持承认两个地区独立的351名议员的资产进行冻结 以及被禁止进入欧盟 英国首相约翰逊也宣布制裁五间俄国银行 和三名与俄罗斯总统普京关系密切的俄国富商 被制裁者在英国持有的资产都将被冻结 个人也将被禁止进入英国 德国总理舒尔兹也宣布 暂停北溪二号天然气管道项目认证的程序 以回应俄罗斯对乌克兰的行动 舒尔兹表示不对北溪二号进行认证 不通过认证程序 北溪二号就无法运作 美国总统拜登也是宣布向俄罗斯实施新的制裁 针对俄罗斯的银行和主权的债务 意味着切断俄罗斯政府获得西方的融资渠道 拜登在白宫说 俄罗斯不能再从西方筹集资金 也不能在欧美市场买卖新的债务 普京在记者会上发言 说早前和乌克兰签署的停火协议 明斯克协议已经没有意义 没有什么可以履行 指责这一局面是乌克兰造成的 他重申 坚决反对乌克兰加入北约 认为这是对俄罗斯的威胁 最好的解决办法是乌克兰自己拒绝加入 坚持中立 希望乌克兰能够非军事化 俄乌问题深层原因早在1991年 苏联解体之后 乌克兰去俄罗斯化开始 乌克兰人与境内的俄罗斯民族主义之间的矛盾积累 直到2014年2月 矛盾恶化成军事冲突并爆发战争 为化解武装危机 双方签下明斯克协议作为停火协议 但直到近年 俄乌双方多次指责对方违反停火协议 作为小国的乌克兰要求加入北约并受到其保护 俄方认为乌克兰加入北约 会让北约在乌克兰驻兵 对俄罗斯国土安全构成威胁 俄罗斯因此在俄乌边境沉冰 直到去年12月 据称有超过10万的俄罗斯军队在边境附近集结 那针对越演越烈的俄乌边境的争端 中国外交部表示 乌克兰问题有着复杂的历史经纬和现实因素 中方在乌克兰问题上的立场是一贯明确没有发生变化 任何国家的安全利益都应该得到尊重和维护 真正的安全应该是共同综合合作和可持续的 中方将按照事情本身的是非曲直 同有关的方面保持沟通和应对 并主张根据联合国宪章的原则和平解决争端 再次呼吁相关的各方保持克制 通过谈判化解分歧 避免局势的继续升级 好了来看一下美国其他方面的消息 美国乔治亚州的非裔男子阿伯里 去年在街上跑步期间遭枪杀 三位白人被告被判仇恨罪名成立 案发于2020年的2月23日 阿伯里跑步期间被三人追赶 最后遭到枪杀 被告去年11月已被乔州法庭裁定谋杀罪成 判处终身监禁 其中特拉维斯和迈克·麦克尔不得驾驶 被告律师科普兰称 辩称被告之一的特拉维斯 不论在案发前还是阿伯里死后 都没有发表过涉及种族的言论 而且社区的闭路电视四次拍到 阿伯里曾在晚上进出附近的建筑工地 虽然没有证据显示对方盗窃 但依然行迹可疑 当事人才会为了自卫而追赶对方 但检察官庭上指出 三名被告纯粹是因为看见非裔经过社区 就假设对方图谋不轨 继而开车追赶并引发悲剧 案件和阿伯里是否擅闯私人地方无关 也不是一般的邻里犯罪 被告出于种族原因 对非裔怀有怨恨和愤怒 才做出案中的行为 因此被判处仇恨罪名成立 来看一下美国女足国家队球员和足球联盟签署了新的薪资合约 以2400万元和足球联盟达成了和解 成功地争取到男女的同工同筹 女球员们将分得2200万元 美国足协还同意再设立一个200万元的基金 以协助女性发展这项运动的慈善事业中受益 美国足协承诺为男女国家队提供同等的薪酬 包括世界杯的奖金 美国前总统特朗普自创了社交媒体Truth Social 周日的晚上在美国的苹果APP Store上面上架了 第二天一举就登上美国地区App Store的下载冠军 反映着特朗普人气依旧不减 预料该平台将会成为特朗普抵抗 被其他社交媒体封杀 凝聚更多支持者的渠道 由于下载人数踊跃 瞬间融入了大量的用户 造成系统的挤塞 许多用户回报在注册账户时发生了错误 或是被放到了候补名单 暂时无法申请账号 预计未来10天才能获得使用权 来看一下全球首富特斯拉创办人马斯克 传出了新的恋情 日前有外媒拍到马斯克搭私人飞机抵达洛杉矶时 身旁有一名身穿黑色大衣白色靴子 戴着一副深色太阳眼镜的金发美女 陪同他走下了飞机 随后马斯克也和他一起上了一辆特斯拉 由司机驾车离开 据消息指呢 女方是澳洲27岁的尼远员纳塔莎 比现年50岁的马斯克小了整整23岁 那这也是马斯克去年9月宣布和加拿大歌手协议分手之后 再度传出的新的恋情 来看一下温区本地方面 星岛记者彭诗乔三番市的报道 三番市联合校区面临着严重的预算问题 为了平衡收支呢 上个月校区有400名的教职员工收到了初步的裁员通知 其中包括工龄30多年的辅助教育工作者 家庭联络员 社区学校的协调员 社工还有其他由三番市联合教育者工会代表的员工 工会成员与家长2月22号 在校区外召开了发布会 要求教委不予通过裁员的决策 在林肯岗中担任家庭联络员 超过30年的Valoria陈燕 介绍了该职位对移民家庭的重要性 多名的华裔新移民家长 要求社区保留职位 让单语的家庭更好地和学校联络 来看一下科技方面的消息 AT&T今天正式宣布停止其3G的网络服务 随着4G和5G的发展 取代了3G市场的大部分 那停止3G的网络服务之后 不但旧手机无法使用 家庭的警报系统和路边援助系统 等公共的通讯服务都会失灵 根据联邦通信委员会的一封信件显示 委员会担心3G停止之后 会导致数以万计的性犯罪者 虐待儿童者 家庭暴力犯罪者 黑帮成员 毒贩和醉酒司机的追踪器失灵 不受监控 并且能够再犯罪而不被发现 AT&T在三年前已经宣布 将会停止3G的服务 但因为新冠疫情及晶片的短缺 没有办法及时的更新有关的通讯服务 那T-Mobile的3G服务将维持到7月 而Verizon到今年年底为止 来看一下往企Salesforce旗下的通讯软件 Slack一度出现了技术故障 用户无法登录 发送或者是接收消息或文件 部分的用户Slack还被关闭 服务中断维持了几个小时 Slack的发言人表示 目前尚不清楚导致系统中断的原因 调查正在进行当中 2021年初Slack曾经中断过服务三个小时 影响了数百万用户和公司的收入 Slack是一款专为商务设计的 讯息传送的应用程式 让人员可以集中在同一个空间 以单一团队的模式进行合作 彻底的改造了工作的沟通方式 来看一下国际方面 欧盟成员国同意 进一步的放宽新冠的限制措施 包括接种新冠病毒疫苗 或者是已经从新冠病毒感染中康复的人 进入27个国家旅游的方式 欧盟的执行委员会建议 接种过疫苗及加强剂的人士 或在过去14天至27天 接种过第二剂疫苗的人士 将可以入境欧盟的27个国家 而不用强制的测试或者是隔离 委员会补充 该指引还明确的指出 不应对与成人同行的6岁以下的儿童 适用任何的测试或额外的要求 西非的国家 布基纳法所的一个金矿发生了爆炸 造成至少59人的死亡 100多人受伤 据悉金矿爆炸的原因 初判为是用于处理黄金的化学品 所引起的报道指爆炸发生的地点是在 格布布罗拉村 爆炸发生之后 当局为灾户提供了临时的收容所 布基纳法所是非洲增长最快的黄金生产国 是目前非洲第五大的黄金生产国 黄金也是该国最重要的出口产品 今天介绍大家两款便宜又好用的按摩椅 可以将它当作礼物送亲友送自己 第一款是按摩摇椅只要669元 可以承载和限制体重330磅 还有六个按摩模式 针对身体的三个不同区域进行舒适的按摩 第二款是高档的皮质按摩椅 只要2999元 独特的Altrek系统的真皮按摩椅 专门帮助您在一天的工作后减压而设计 好了以上就是今天星电视新闻的全部内容 我是主播明月 感谢您的收看 我们明天再见 我们明天见